其他方面 近日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完成了2024西太平洋国际航次科考的第11、12次下潜作业 深海雨流、蓄宁实验也在第11次下潜中顺利完成 第11次下潜的亮点是开展深海雨流、蓄宁实验 深海雨流是当潜水器、深海矿车等装备在海底作业时会触碰到深海海底的沉积物 从而引发水体变浑浊成烟雾状 会影响勘探时的观测效果 更严重的还会对海底生态环境和生物栖息造成干扰 本次实验采用我国中国海洋大学陈旭光教授等自主研发的雨流抑制材料和技术 通过喷洒以藻类为主要成分的蓄宁剂 使雨流、蓄宁形成大颗粒的蓄团 并在数分钟内沉降至海底 从而减少对深海的环境扰动降低雨流的产生 据了解 本次下潜作业在不同环境条件下进行了三次雨流实验 喷洒蓄宁剂后对比以往的下潜作业 对海底环境的观测效果有了不少改善 这是有限度宁剂 好像有限度宁剂 然后那个腿的肥宁剂 这就像是一个肥宁剂